好賺嗎 你趕快去排隊 幫人家買這些相關的中秋月餅 蛋黃酥 很好賺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最近的畫面 這個蛋黃酥之亂 又來了 一些國內的名店 現在又開始大排長龍 大家使用說那個攤石死了 排好遠 然後你就懶得排 又很想吃 怎麼辦 我們來看到現在這個排隊 代購的商機很大 比如說舉個例 有一家這個蛋黃酥 這個老闆賣一顆四十塊 然後你去幫他買 你一顆就可以加價賣 一顆可以加到六塊七塊 然後一個人限購一百二十顆 你就排隊 排一次對 然後買回來之後 你就限賺起來 你看到說一天 最多可以賺到兩千二 其實還蠻好賺的 我們這一天的薪水 我相信很多人都還沒有兩千二 你就請假一天 去排一天的 對 然後就兩千二就賺起來 維姿哥我們來看看 這個每一次到了這種 佳節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排隊商機 對不對 那蛋黃酥是有多好吃 全臺灣在中秋節 削這個中秋月餅 尤其網路的流行之後 哪有分 要比較內宅 來我現在帶兩個一個包裝 就這兩年我的感受 去年小弟我拿到某某 我們中部的一個 醫學大學董事長送的 我本來是說 你這裡面是金豬買的 或是那個選舉主播 你看那個顏色 你就知道很貴 哈姆斯咧 哈姆斯 這裡面放月餅啦 放月餅 我想我月餅也很好吃 抱歉 普通而已啦 這是大飯店做的 阿嬤你怎麼會等到 你等回收 我要來像你節目 我裡面就是放... 你蓋起來 我們要看他外面顏色啦 你看 你這叫什麼 就是那個... 哈姆斯的橘色嘛 對 哈姆斯的橘色嘛 我跟你說這個放月餅 你怎麼會生 有的人都不相信嘛 的確是月餅 那裡面我說 內宅就普通而已 沒有 他其實是賣盒子給你 月餅送你而已 我只說那應該是盒子 比較重要啦 月餅就在你吃 我覺得雙夠 如果又好吃就這個啦 台灣LV 要像你節目 相對我 這就很多人送來 貼月餅 五人的啦 過月餅的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想說這個還不錯 我早的 我早就像你節目 一天賺貨幾百 便當又開始吃 我早就吃便當 你看看 我不跟你騙 我們這家人 會拿來添天賺貨 像這個 自己還帶什麼 香蕉啦 水果汁 你的便當啦 沒有啦 放月餅啦 你知道我在高鐵裝 本來是放月餅喔 本來放月餅 你給他拿來當便當袋 很好用的 我拿這個剛剛裝這個Hermes 就很突充 我剛剛走到高鐵站 那些歐巴桑 像我這少年怎麼穿 這樣啪哩啪哩 怎麼拿這個 加雞 我叫加雞 台灣LV 這人都內宅啦 我跟各位報告 你剛才說戴國這個問題 來喔 這個現在蝦皮很有名的 戴國來到網路已經五千塊了 對啊 有人是用時間 時間換 用錢來換時間吧 你到店裡去買 一盒是七百塊 然後現在呢 你看到是賣你五千塊 不是 你明天的 我跟你說啦 你剛才說中華這兩天的就是那個 最有名的我們中華這個 做博二家嘛 這個在三明路 六江還有一個生產的陳叉訊 我們臺中那個生江還有一個離際 古希区還有一個四川針 那都很低調 他說 那個小老師 你不要跟我們選團 我們做不去 這個排隊之外 他們自己內部的那個做 做這些工人 做這些工人 贏不贏 贏不贏 有的又叫外國來倒三天 因為做不完 他說你不用跟我們選團 我已經在店舖跟店舖也做不出來 是 加上現在原路料又上漲 不是嗎 對 來 帶牌的一張你最少啦 一張一張兩百塊 我們現在勞保最低投保薪資是一一多少 這增加到一百六十幾塊 一百多塊 一六八 最近增加 一路發 這想救兩百塊起床 我們白衣 如果去臺大 記不記得臺大醫院 掛號不好掛 要帶那個代為 也肯定到醫院也可以 那個代為掛號 不要花一千塊 有人就鬧差 我時間就有一個補貨 還有一點看距離 如果今天這個距離 去到五公里 比如說彰化那個 我就帶台中 你叫我去掌號牌 來來來 一公里我還算多少錢 所以去年有一個做保險的 郵人員 他去的劉備說 發顯說人家說 光莉仔 你那兩個買我好不好 你買多少 我買錢 來 我三千塊買 他才說 這麼好 變像黃牛 乾脆今年來做代購 反正我就是找人來排隊 我們說中鋼 中鋼也做月餅 你看他當方是有消息 藥 不是 中鋼 為什麼要賣月餅 這是員工福利規劃 我們在座很多財經 我們這裡很多財經本業的 小弟我也有交那個CFP 那個理財規劃 是有六個模組 其中一個模組叫做員工福利規劃 我教會可以抵這個學分 學生也抵學分 裡面都講到這個中鋼 臺電 中鋼這個你看 他的CP值多關 我們來看好不好 這個是這個我們那個企劃 我教妹妹跑去那個中鋼的官網去找到的他們的菜單 昏的綠豆碰四十二塊 四十二塊 這個有便宜 因為我在便利商店買了一顆六十塊 你怎麼去便利商店買 怎麼有人在便利商店買 你那是地下工廠 便利商店有賣綠豆碰 蛋黃酥一顆三十六塊 五十五 六十 聽說中鋼的蛋黃酥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還有素的綠豆碰四十二塊 很便宜 人家很紮實 那個如果是高雄 有才會比較熟 為什麼我想想都沒有 他那個民邦聽 聽說我們一般人不能買 其實就是代購了 你要找員工代購 他有員工證才能買 不好意思 對 阿框講的 你不是王鋼 你要拜對你拜一句 好啦 你要叫他王鋼裡面購買 你看 民邦廳做什麼 三寶 水餃 蔥油餅跟XO餃 民邦廳是什麼 他的餐廳啦 中鋼的外餐廳啦 我跟你說 這個員工餐廳 他的水餃裡面還有什麼 做養生水餃 他的水餃 其實他水餃好吃 他撩啦 撩實在 蔥油餅 各位報告 你有吃過嗎 威之哥 我吃的是山寨飯的 你也吃不到 但是蔥油餅我吃過 蔥油餅好吃到什麼 你聽懂你知道嗎 第一糕 我們想吃蔥油餅 薄薄的而已 那哪是你吃咳的 不對 蔥油餅的蔥花又多 而且那個什麼 裡面厚度又夠 XO這樣 所以你現在中鋼 我覺得中鋼股票還好 中鋼股票還好 你覺得...